鸩春蛋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很多人都炒着吃和煮着吃 今天老弟教大家一个新的吃法 首先把从鸟窝里淘的鸩春蛋 加入清水 加少许食盐 用手轻轻地搓洗干净 盘中倒入半袋食用盐 把清洗干净的鸩春蛋 均匀地沾上食盐 电饭锅中放入一张面筋纸 撒上祖传的自来水 水不要太多 纸巾湿透就可以 然后放入沾满食盐的鸩春蛋 像视频这样一个个的摆放均匀 最后撒入灵魂的烧烤料 没有烧烤料的可以撒点五香粉 盖盖按煮饭键就可以了 家人们 这个电饭锅具鸩春蛋 这个电饭锅坏不了 然后这个鸩春蛋也不会爆炸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美食 如果喜欢老弟做的美食 给老弟双击点个小爱心支持一下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挣钱少成绩 心想失声万事如意 时间到出锅了 哇满屋飘香 然后用祖传的擀面杖 一个个的给它敲碎 来看一看里边的效果 外面的皮特别的好剥 安春蛋的颜色居着微黄 味道有点微咸 特别的好吃 赶紧转发给孩子做起来吧 关注一下 看更多精彩内容